大家好,我是美味小吃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陕西的特色小吃擀面皮的做法 天热吃这个让人食欲大增,胃口大开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先和面,盆里面加入面粉 再往里面加入勺盐 分次加入凉水来和面 把面粉搅成絮状的时候,再把它们揉成面团 面团揉好后盖住饧面20分钟左右 20分钟后,往里面加入凉水开始洗面 用两手这样抓着洗 把里面的淀粉全部洗出来为止 就这样一直洗,等到把水洗到浓稠的时候 再把上面洗出来的面水倒进另外一个盆里面 继续往盆里倒入清水,一直重复的洗 越洗面团就会变得越小 我前后大概洗了有七八遍 如果洗面洗的次数少了,做出来的面筋口感会比较黏 之后洗好了,做出来的面筋才筋道,口感才好 最后洗到这种程度,面筋就洗出来了 这个盆里呢,就是刚才洗面筋洗出来的面水 现在让它静置,沉淀5-6个小时 开始蒸面筋,锅里水烧开后,直接放入蒸 蒸面筋的时候呢,不需要加其他的东西 大火蒸15-20分钟左右 现在面筋又蒸熟了,把面筋拿出来晾凉 晾凉以后,直接用手细成小块,放盘里备用 下来做擀面筋里的油泡辣子 准备花椒,八角,桂皮,小茴香,香叶,生姜片,葱段,洋葱片,香菜 锅里倒入多一点的油,油温5成热以后,转中小火 加入这些香料进去用小火慢炸 把这些香料里面的香味完全炸出来 碗里面加入红辣椒面,一半用细的辣椒面,一半用粗的辣椒面 再加入白芝麻进去 香料炸到颜色干黄后捞出来 开大火将油温升高,然后关火把油温降到六七成热的时候 再倒入红辣椒面碗里面,边倒边搅拌 最后辣椒碗里再加入少许的醋 再加几滴白酒 让做出来的油颗辣子才会更香 再来做个调料水 锅里倒入少量的水,里面加入八角,香叶,桂皮,还有花椒和小茴香 盖上锅盖煮10分钟左右 现在调料水就煮好了 把里面的香料捞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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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咱们下期视频见